那我们用我们新出的设备FC200克隆工具呢 来操作一下奥迪的变速箱电脑 我们先选择品牌这里选择奥迪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是哪个车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搜索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图片 这个是我拍出来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的型号呢是DL382这个型号 那生产日期是18款的 那我们只需要输入DL382 我们在ECU这里输入DL382 输入完毕了 我们直接点击搜索 搜索出来之后 它会有一个ECU选项这里 那我们直接进去操作就可以了 因为变速箱电脑的话 只能在平台上操作 OPD是在车上操作不了的 那么这里只有一个选项 平台的选项 下面还有个数据处理 这个功能呢 是处理发动机电脑的一方数据和PFLA数据 都是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先选择平台模式 那功能出来之后呢 一共分左右两边 左边是机显图 右边是功能 我们双击一下机显图 大家可以看到 一共需要接到五根线 两根电源加一根地线 还有看高看低各一根 接线呢 我们已经建好了 只需要加端子和里面的线数 向连接就可以了 你接的时候 多检查两遍就可以了 我们擦掉这个建筑 功能呢 一共有 大家看一下 有这么多的功能 识别 断开链接 读 DFLASH 读外部DFLASH 读PFLASH 和写DFLASH 写外部DFLASH 写PFLASH 那总体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三个功能 一个是诊断识别 一个是断开链接 还有一个是读数据 还有一个是写数据 那读数据和写数据相结合呢 就是克隆 我们读取到原车的模块的数据 那把这个数据克隆到 我们买的猜测记里面去 它一共要读三种数据 DFLASH 外部DFLASH 和PFLASH 那我们写呢 也要写三个数据 我们先演示一下 好 我们先演示一下 诊断识别 验证通过芯片呢 CPU4TCE782的芯片 已经所有的信息都出来了 我们读取DFLASH 一共有两个分区DFLASH 好 我们保存到我们需要的文件夹 比如说我们保存到F盘里面去 好 点击保存 DFLASH 读取成功 那么现在可以读取它的外部DFLASH 也就是EXT DFLASH 我们再读取这个 外部DFLASH也读取成功 我们再保存一下 我们需要的文件夹保存 我们读一下最后一个大数据 这个PFLASH呢 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我们点击读取 一共要读18个区域 很大的 读数据 我们可以分析它的数据 可能是损坏了什么情况 写数据 就是我们可以写入好数据 写入克隆的模块 总体来说呢 我们支持的奥迪DFL382 这个BZ电脑 一共有两种功能 一个是诊断识别 诊断识别 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模块 是否通讯 是否正常 也可以帮助你去 看到这个你的接线 是否是正确的 那读数据要读三个数据 写数据也要写三个数据 就是帮助你 如果说这个模块出现损坏的时候 你可以读取到 如果说在通讯的情况下 你可以读取到原字的数据 然后写入到参数的数据中去 这个读和写 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克隆的过程 那读的话 会读出里面所有的信息配置文件 包括所有的PFLASH 就是DFLASH 你克隆到二手的拆车镜里面去的话 装车的话就不用做匹配 不用做编程 不用做在线了 直接可以找车 直接可以启动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数据已经读到 第17个分区了 还剩下一个分区 20%的进度条 那么演示的话就演示一个读数据 写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点击写数据之后呢 会弹出那个框框 让你去加载数据 数据读取成功 好 我们保存在我们之前的文件夹 点击保存 大家看一下之前读的DFLASH啊 啊 外部DFLASH 现在我保存PFLASH 就是说已经保存了所有的数据了 好的 那我们这个写数据呢 就不演示了 写数据就很简单 你点击写的话 会弹出了一个框框 加载数据进去 直接写就可以了 写三个 你读三个 就写三个 克隆 整个克隆 好的 那就是我们的奥迪的变速箱电脑 DFL382 这么一个克隆和整段识别的操作 然后我们需要将这个模块 不操作的话 如果说取消操作 我们必须要点击断开链接这里 我们才能够将模块界限拔掉 план 功能 lavoro 闭 universally 感谢观看